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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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獻一件就一件 你看少了這件 你就會不知道那件事的情況 這個機緣遇到 張丁的畫 一般人覺得它都是畫 這個蕭麥山水 人物就多見 這張是很特殊的時期 1977四人幫倒台之後 用漫畫的手法 來表現四大天王 早十兩天 坐你這個位置 張郎郎就是張丁的兒子 我們聊聊天 其實它都挺坎坷的 曾經要槍斃 老爸一頭白髮 而那個時期很可怕 我聽到周恩說 一個首領 要留活口 四個字 其實就是救了它 房間有不少人 玩紅色收藏 漢物軒的主人 許麗萍就比較特別 他向來以史觀 和歷史價值行先 對歷史人物的關係 連如指掌 所以能夠收藏到冷門 而被忽略的文物 填補歷史的空白 打標的字 毛澤東思想 指引下的人 偉大領導師 偉大領袖 偉大統帥 偉大陀手 這個對家就不用說了 對家 文革始於天安門廣場 1966年毛主席第一次檢閱紅衛兵 迎獎這張標誌性的相片 許麗萍在拍賣場 遇了彈藥爭奪 後來因為作者要求切拍 最終輕易以起步駕檢漏 這個貓只是水大 哈哈 當人家掉了兩毛 當時是很狂熱 你看看 散檔之後 不過天安門廣場 有多少對於鞋子被人踩脫了 那個場 滿目蒼然 文革前夜自殺的人民日報社長鄧托 許麗萍就有他的密寶 此老友鄧托首席 子孫永寶 發動文革的骨幹 康生的畫 中共第一文膽的字 文革的唱片 不同時期的毛語錄 通通都是許麗萍的珍藏 他還藏有被毛澤東 以內奸罪逮捕的潘漢年 打了手指毛的黑材料 文革又怎能不提黑話呢 當年被指滿懷階級仇恨的 有這一張 還有經典的印尼一幅 黃永玉 貓頭鷹 一隻眼開 一隻眼閉 亦被人批判 亦令到他的明星更加扯氣 有時候倒轉 拜託你批判 我也收了一張 以前沒有人撕出來 亦是沒有市場 所以很多人在潘家園 地灘這樣集 好像以前我們遇到 施疾傳整個檔案檢討 或者別人揭發他 在北京拍出來都是幾千元搞定 現在幾十萬元 所以現在怎樣買呢 許麗萍都有失手的時候 草年就錯失了一封 除被洪揭發劉凱叔是漢奸的信 畫壇都知道 兩位畫家職怨幾十年 這個文物在畫壇史相當重要 那是真的深入做研究 你要掌握第一手材料 何主席教導我們 詳細掌握材料 就是這樣的道理 是不是